我們本講講晚清時期的中國音樂 這一講我們主要是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發展到最後的階段 音樂的方方面面的發展 這一講也為中國進線的音樂做一個鋪墊 做一個過渡 那麼我們第一節先給大家談一下中國傳統音樂在晚清時期的發展 我們所講的晚清時期主要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 各地紛紛獨立 清王朝覆滅 這樣一個歷史時段 那麼我們所談的中國的傳統音樂呢 包括了戲曲、說唱、歌舞、俗曲等等的方面 在晚清時期 中國傳統音樂的這些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我們說在廣大的鄉間 中西部地區 中國傳統音樂 隨著民俗、禮俗還在以不變應萬變做著緩慢的發展 但是在大都市 在沿海地區 因為不平等條約 因為西方列強的不斷侵入 這些地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傳統音樂在晚清時期的比較大的變化 就發生在這些地區 我們看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是京劇的成熟和範圍的擴大 清代道光年間 1821至1850年 皮皇系在京城寓意火熱 它在汲取琴腔、京腔、亂壇、昆曲 及北京語言風俗基礎上 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與表演方法 因其長期在京城巨壇的代表性地位 見被稱為京劇 京劇在19世紀的發展 它首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 比較走紅的 並不是淡絕 而是老生行當 在當時 老生行當就形成了三鼎甲之稱的 成長庚、余三聖、張二魁這樣的明覺 隨後呢 又形成了新生的老生三傑 也就是譚新培、汪貴芬、孫菊仙 那麼隨著這樣老生的走紅 其他的京劇的各個行當 包括琴師 是明覺備出 幾十年的發展 京劇迅速地走向了全國 這是京劇在19世紀它的快速地成熟和發展 那麼其他的劇種呢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地方的戲曲 包括地方小戲 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 地方小戲在清代晚期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各種地方的聲腔在19世紀不斷地融合、不斷地發展 形成了很多我們可以稱為符合聲腔的這樣的地方戲 還有呢 許多的地方的小戲開始形成 地方小戲在清代晚期呈現出如下的特點 形式簡潔、靈活、角色設定少、音樂簡單明快、表演風格活潑 劇情緊貼民眾生活 那麼由於當時戲曲在社會上這麼廣受歡迎 所以呢 一些地方的歌舞、說唱 也逐步向戲劇化方向發展 這裡邊我們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呢 是地方歌舞的戲劇化 比如說在南方地區流行的花燈戲、花鼓戲、彩茶戲等等 都是在地方歌舞的基礎上形成的小戲 那麼北方呢 央歌戲 這些劇種都是在晚清時期 以地方的歌舞為基礎 逐步戲劇化所形成的簡潔、明快、 易於為普通百姓所接受的這樣的小戲 那麼還有一類就是在說唱音樂的基礎上形成的小戲 比如說彈簧戲、道琴戲、曲子戲等等 所以我們說戲曲音樂有精細的成熟發展 由地方小戲的迅速的成長 我們今天的戲曲藝術、特別是各種地方戲 在追尋它的歷史的時候 會發現清代晚期往往是很多地方戲 演變成形的重要階段 到了清代晚期 第一 全國的戲曲劇種就已經達到了三百多種 它的覆蓋地域甚至可以到達 諸如西藏、海南、新疆等等這些地方 我們知道像海南的窮劇、像西藏的藏戲等等 很多在清代晚期已經出現或成形 甚至到了清代晚期 由於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 大量的人群向海外發展 中國的地方戲也隨著這樣遠赦重陽的華人足跡 到了東南亞和其他的地區 所以清代晚期是中國戲曲 包括地方戲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其他的傳統音樂領域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們以說唱音樂為例 說唱音樂 我們知道到了明清時期 形成了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南北方 這樣兩大類的說唱音樂的品種 那麼南方的彈詞在長三角地區 形成的我們稱為蘇州彈詞 蘇州彈詞這種地方化的說唱的曲種 在蘇州、上海廣為流行 在十九世紀的下半夜 形成了很多的流派、很多的明覺 比如說陳調、馬調、魚調 都是赫赫有名 那麼北方的鼓詞呢? 在廣大的北方地區 鼓詞最後形成可以多達數十種的 叫某某大鼓的一種說唱音樂種類 在這裡邊 京津地區這種大都市 又是鼓詞類藝術發展的集中的區域 所以說唱音樂在晚清時期 也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 我們說清代晚期中國的傳統音樂 還有著它的快速發展的軌跡 並不會因為鴨片戰爭的爆發 而是中國的傳統音樂很快的出現斷層 出現了隔絕 這是不可能的